几人在争高温桑拿 却突然发现门打不开了 萧美被热得受不了了 拿起一个勺子疯狂砸 可门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死了 大壮用力撞击 木门依旧丝毫未动 他们向外面呼救 可朋友阿强早已醉地不省人事 而这栋房间的主人也刚好有失外出 活炉还在继续加热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20度 到那个时候还不逃出去 他们就会被烤成肉干 大壮安抚两人 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 分析解决的对策 可小美不想坐以待毙 她又拿起木勺对着玻璃窗帮砸 框框几下过后 手都砸没劲了 玻璃却完毫无损 紧接着她又拎起木桶 丝毫不顾里面的剩余的手 狠狠地砸下了玻璃 但依旧不起任何作文 大壮看不下去了 她用浴巾包住手 从炉子里拿出一块滚烫的石头 用仅剩不多的水给她降温 朝门上的玻璃砸去 两个女人不停地催促 砸了几十下 大壮手都被划破了 可玻璃还是连个裂缝都没有 她忍着剧痛 终于在第99下砸开了玻璃 小美健壮赶紧上前 用力地推开大壮 两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 三人终于安静下来 大壮却说 虽然现在凉快了一点 但还是要想办法尽快出去 因为房间里有个探测器 只要温度降下来 就会自动控制电炉升稳 这时他们发现外面有个小梯子 把门给堵死了 原来桑拿房里本该是四个人 但是喝醉的阿强让女友很不开心 两人因此不婚而散 阿强气得摔了一脚 迷迷糊糊中 把梯子扔在桑拿房的门上 过了一会儿 小美觉得很热想要出去 可发现门却推不动 她关门再次尝试 谁知梯子往下滑了一截 将门彻底地堵死 人在85度的高温下能活多久呢 一男两女被困在密闭的桑拿房 身体开始大量的脱水 患有幽闭症的小丽 对着大壮大喊大叫 急切地想要出去 大壮利用浴巾绑住石头 通过窗口放下去 希望这样能够够到梯子 但由于窗口太小 她试了无数次 始终勾不住梯子 就这样僵持了十分钟 大壮只能另想她发 小美急了 瞄准墙上的控温器 准备把它给砸坏 也许温度会降下来 但大壮警告她别乱动 如果控温器被损坏 桑拿房的温度 很可能会达到惊人的120度 那时候她们也只能等死了 但小美不听劝考 还和小丽大吵了一架 大壮尽量远离火炉坐着 她渐渐冷静下来 思考自救的方法 突然她看到了电灯 如果桑拿房的供电是一条线 那只要烧毁电灯的线炉 火炉也会随之关闭 事不宜迟 大壮小心地拧下灯泡 把浴巾缠在木勺上浸湿 然后缓缓伸向灯泡的接口处 一阵火花闪电之后 大壮触电倒地 摊在地上抽搐不止 可温度还在继续上升 很显然 灯泡和加热器并不是同一组线炉 这下既然再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等着被发现 就在这时 狗子发现了异常 冲着桑拿房不停地狂吠 几个人开始拼命地敲打 与此同时 阿强也被狗鬼的叫声吵醒 他穿上衣服 在狗子的指引下 往桑拿房的方向走去 男女三人被困桑拿房 渴了只能喝洗脚水 就在几人快要烤死的时候 狗子发现了异常 把朋友阿强引来 三人大声求救 可天空突然放起了烟花 将几人的呼喊声完美掩盖 阿强看到桑拿房还没开灯 还以为他们去了狂野派对 把自己一人留下 想到这儿 阿强气不打一处来 随即转身回去喝起了闷酒 狗子急了 赶紧去找主人求救 他不停地叫唤并跳到车上 想要主人带他回家 主人似乎察觉到了不对 立即去车往回赶 谁知 在半路遇到了阿强 阿强说他们三个人去了派对 把自己扔在家里不管 还拉着房东一起到楼上吞云土 狗子懵了 这下没办法了 另一边在高温的炙烤之下 三人的精神接近崩溃 小美实在是受不了了 拿起石头就要砸坏控闻器 小丽看到之后急忙阻拦 她抢过石头 却在争执中不慎砸晕了小美 小丽吓得哭了起来 面对这两个发疯的女人 大壮十分的无奈 看到对方敷衍的态度 小丽站起身来 直接将控闻器砸锁 但万万没想到 火炉的温度立马急速上升 眼看着眼前这种处境 大壮颠簸的笑了起来 紧接着她瞪直双眼 发疯似的用身体撞击 尽管肚皮都被烧焦 她也不能停下 小丽在后面不停的嘶吼 仿佛在刺激 突然 煤气罐断断 火炉发生了爆炸 同时 大门被震开 大壮却没了动静 小丽赶紧跑到客厅 拿出一大瓶水 痛快的喝了下去 接着跑到房间 一个人痛哭起来 恍惚间 她好像看到了昏迷的小美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大壮是真的被炸死了 小美开始咳嗽 刚才的爆炸导致煤气泄漏 桑纳房里已经不能呼吸了 她赶紧将小美挂在窗口 让她呼吸新鲜空气 自己则翻开石头 继续寻找煤气管道 要窒息时 就跑到窗外猛吸一口气 终于 在不懈努力之下 小丽成功地将管道堵住 她累得瘫倒在地 这时 房东终于赶来 发现了害人的遗忘 小美和小丽成功获救 大壮却英年早逝 看着朋友的尸体 阿强悔不当初 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